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凌晨2點半左右 在旺角長沙街和波蘭街交界的吉耿餐廳 就遭到一班警察衝進去 然後對餐廳裡的市民進行搜捕 這間餐廳的天台更加只是發生了一宗墮樓的事件 有一名少年疑似躲避警察的追捕 就是從餐廳的天台掉落地下 但這件事件可以說是疑點重重 現在我們嘗試把所有已知的事實整理 把所有疑點拿出來和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點就是這名青年經救護車送我去伊麗莎白醫院途中 他就在病床上躺我住 他竟然大喊一句說話 他就說我不想被消失 然後他媽媽就在旁邊安慰 沒事的 這句說話到底是反映了什麼 當然就是該名青年非常憂心 非常害怕一件事就是被消失 到底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當時他就在天台掉下來 到底在天台上發生了什麼事 根據目前所有已知的視頻片段反映得出 最多都是拍到該名少年在天台墮下以前的幾秒鐘 即是當時拍到的 他已經是該名少年雙腳懸空 然後雙手握著天台的薄邊 最後當然就是跌到地下 但在這個時刻再之前的東西就拍不到 到底他為什麼會出現在天台的外邊 當然這就需要更多的證據 才可以調查得出 第二點就是 事後有市民上到這間餐廳的天台進行視察 而且也拍了一些短片 根據這段短片顯示 吉耿餐廳的天台外邊的長身 本來應該懸掛著一條膠的水管 但這一名人士上到拍攝的時候 這條膠水管已經在半空那裡吊吊吊 判隨著這條膠水管的 其實還有一條類似電線的物體 根據拍攝者所推測 這一名少年 當時雙手緊握著這條膠水管 當然是受不了力 而在天台上的警察 就好像完全看不到這個年輕人 疑似見死不救 這個年輕人當然是墮樓 而在墮樓期間 好在有一條類似電線的物體 他就可以捉實 然後就滑下去 但是滑到半路中途 那條線都不夠長 無以為計 終於有一段距離 直接跌落地下 但這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根據這名拍攝者所說 那條繩真的救了這個年輕人一命 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是否值得去調查一下 因為根據這條短片顯示 該名的少年很明顯 他的求生意欲是相當強的 因為即使他已經是雙腳踏空 也好 雙手仍然在握著膠水管 這可能是他想爬上天台的時候 就算爬不到也好 他也不想直接跌落地下 這就非常明顯 第三個疑點就是 有一名急救員公稱 他在網上留了一段非常詳盡的留言 他提及到警察不想那些急救員 接觸這名少年 根據這名急救員公稱 他就說 大約在今天凌晨2時15分 他就在吉耿餐廳隔壁的公園對面坐下 和一些隊友在休息 之後就看到公園對面的人指著吉耿餐廳的天台 就說叫人不要跌下去 同一時間 餐廳的門口就有警察舉起了藍旗 而在那個年輕人跌下去那一刻 站在下方的那班防部隊 疑似是對著年輕人開了胡椒球彈 而且就突然驅趕整個公園裡的急救員和市民 然後那名穿著灰色衛衣的年輕人跌下去 後腦或者頸椎就撞到公園裡的椅子 那個年輕人擺明不是想跳下去 而是想捉住天台場邊爬上去 不過就失敗了 當這個年輕人跌下去以後 天台上有兩個疑似是速龍小隊的警察 就伸了頭出去看一看 然後就縮進去 現場大約有10個急救員跑了過去 包括這個作弓的人在內 但是警察就選擇阻擋他們 兼且對他們施以胡椒噴霧 包括這名作弓者在內的大約6名人士 是全中了的 所幸的是有3名急救員成功突圍 進去接觸該名的傷者 警察就顯然不願意讓他們進去 而救護車大約在2點36分到達現場 傷者在那時候仍然清醒 這件事就反映得出 警察是有心阻撓那些急救員 接觸那些少年 到底有什麼心虛呢 為什麼不讓那些急救員進行急救呢 為什麼不讓他們接觸他呢 是不是怕他們說了什麼呢 他在醫院說到不想被消失 到底跟你阻撓他們 前去急救有沒有關係呢 對 你是非常令人懷疑 因為你從來沒有交代過案情 第四個疑點是什麼 就是這群警察不知為什麼 是非常焦急 他們急於搜集閉路電視的片段 看看能否拍得到當時的情況 這是相當奇怪的 因為當時其實也是有示威者、市民、傳媒 正在做同樣的動作 到底警察是否跟這群人鬥快運這些片段 好了 根據社會所說 示威者曾經周圍向周邊的食店問 到底能否提供閉路電視的片段 看看能否拍得到當時的情況 去到其中一間叫喜喜美食 店主沉默片刻以後跟示威者說 給你老母 後來這間店舖遭到一些人士的裝修 根據另一間網媒香城公民媒體的報導 在今天凌晨4點47分 防暴警察去到這間喜喜美食的樹 將拍攝得到墮樓過程的閉路電視 拆除了 到凌晨4點55分 當他們拆完以後 警察就把這東西帶上警車 但並沒有將它進入證物袋 到底他們把閉路電視帶到哪裏呢 為何這個閉路電視沒有進入證物袋呢 而最令人奇怪的是 突然之間這班警察變得非常積極 好像要跟市民鬥快 拿取到閉路電視片段 到底他們急什麼呢 這些一定要出來解答 去釋除市民的疑慮 最後我們就一起看看 到底目擊這件事件發生的市民 他們對於這件事件的證供和益術 會不會有很大的出入 首先是一名姓鄭的人 他向著獨立記者蕭雲所說 他見到一名少年 一度攀附在餐廳二樓的圍牆外面 整個身體已經掛在牆外 但地面有警察發現了他 並且把電筒強光射向他 就向他呼喊說 是你了下來吧 然後這名少年隨之墮地 根據這名獨立記者蕭雲所說 他本人和多名在場的市民 都目擊到 曾經在二樓上有警察出沒 第二個目擊者就是姓吳 他接受《平瓜報》訪問時說到 他目擊有一名少年在天台邊緣掙扎 然後曾經傳出槍聲 並且他見到一些速龍的小隊 而地面的防暴警察 就對著這名少年 罵了三兩句左右 這名少年就隨之墮下 而餐廳天台的情況又如何呢? 根據《立場報》 有一名在餐廳天台遭受到 警察搜查的少女跟他們說 事前他被夾在警民對峙的群眾中間 隔壁餐廳有職員開放給他們暫備 於是他跟另一批市民躲在天台 跪在桌底下 連站也不敢站 之後他聽到樓下發射胡椒噴霧的聲音 而且還好像在拘捕和打人 接著速龍小隊和防暴警員 進入了這間餐廳逐一搜查 送到這間餐廳的平台 逼他們雙手掩頭和低頭 其間更加被禁止交談和使用搜查 搜查完之後 沒有東西的就可以下去坐 而有東西的就被帶到另一邊 接著他就被帶到樓下 然後被一名女警、錄影和紀錄個人資料之後 獲得放行 但他就未能目睹該名少年墮樓的經過 這就是當時在天台上發生的事情 到底這一名十幾歲的少年 發生了什麼事 為何會這麼慌張 為何會在醫院大喊不想被消失 這件事一定要調查清楚 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遲遲都不肯成立 所需要調查的事件就越來越多了 到底這名墮樓的少年 為何會出現在這間餐廳天台的牆身外邊 是他自己逃避警察的追捕 而出去了 還是有其他因素所導致 而站在餐廳下面 即是在公園裡的那班防暴警察 到底除了發射強光以外 這個已經證實了 你是有發射強光的 因為有片為證 但到底你有沒有發射這個胡椒球彈 因為現場來說 事實上那個片段是非常陰暗 是拍不到的 這些事情全部都是要作出調查的 如果你有發射到這個胡椒球彈的話 你就根本上是謀害人命的 因為那個人已經是 原吊在牆身外邊 你還要射他 射他下來 到底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一定是要作出透徹的調查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